台東四季國會 今天晚上開會 前面就夜店大會 台東市長黑志強是不再說話 前面外界的指揮 說既然稍作有人在榜水 要再把夾子這樣做 再讓這天花伴的泡麵來過關 不過官員說 經過的調查是沒有這種事情 有市長警察和大法局 領取出資金要付出 是台東市長黑志強 自己主動讓外界拿去 不過接了兩天 三名官員的辭成到底有準備 外界該就是斷尾求生 讓這局面對每天的問題 選擇緊急行業的技術等 所以長三位社務官親指 是在維持有些 麻煩接著這樣說你怎麼看 前面台東約到阿拉伯大會 議員這期 夕早阿拉伯約到的一名約聘人員 真正因為其他案件 社群所會去讓人想 這點有造成高人失望的大會 背後想想請人員 社群放水甚至是包庇 就是7年3月16號的 這個待退稽察員 經濟局的約聘人員陳元傑 他後來就跟業者暗示說要公關費 那他也後來也遭到判刑 目前已經服役 已經入獄服刑了 像這樣子的一個稽察制度 外界傳言紛紛 那市政府也聽說 已經免職過好幾個人 那如果制度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市政府會做事 這些稽察人員在外面 如此的來進行稽察 裡面有沒有人謀不髒 或者說這些稽察員 他都是約故人員 他是不是某個有權力拼任的 特定的高層官員的白手套 天蓬泡棉容易倒火 帶到民間的 銀減技術數的報告裡面拿過 為什麼再一次來檢查 天蓬泡棉容易倒火 就變成了某某容易救火要改善 現在出事 主管的警察局和大法局都感覺怪怪 不過對客人是不是有可能 受傷犯罪 警察局強調說 不僅差沒有這個事 而且在這個事件裡面 他只過稽察一次 而且他稽察的內容跟其他人 稽察的內容所記載的都一樣 責任課長就是說 對個人的私生活要特別注意 這個我們平常就有在做了 對對對 台中市議會上後開議 議員占隊阿拉伯沒壓電大會 要求台中市長黑市政府 富裕整理資源 不要再拿三位官員的私執 來做擋箭牌 記者 中海報道